台东成功地区的渔民在成功附近海域捞捕白带鱼的时候呢 意外钓到一尾长三公尺重五公斤的地震鱼 这也不仅理想起最近几个月地震频传 验证了出现地震鱼就会有地震的传说 不过除了地震呢 白带鱼的风缩加上意外捕获了罕见的地震鱼 让渔民们觉得很幸运 一条条的白带鱼排列整齐准备出售 但仔细一看白带鱼旁边居然出现罕见的地震鱼 展示出来也要出售 但是这样一个罕见的鱼种怎么会出现 原来是台东成功地区的渔民近日上午 在成功附近海域捕捞白带鱼时 意外钓获一尾长三公尺重五公斤的地震鱼 也让原本就捕捞丰收的白带鱼还意外捕获到地震鱼 让渔民多了一笔收入 意外捕获地震鱼 这也不经联想近几个月台东地震频传 验证了出现地震鱼就会有地震的传说 台东成功渔民近期海钓白带鱼 又因地震频繁 意外捕捞到地震鱼重达五公斤 不过除了地震白带鱼的丰收 加上意外捕获罕见的地震鱼 也让渔民觉得非常幸运 借判罪成功证报导